在优美的古镇深中 民众开心领取名家书写的春联 及手作班老师亲手做了汤圆 迎接龙联 台北市内湖区公所特别举办 正春联庆团圆活动 今年不但举办地点改变 就连应景春联也是请书法名家 事先写好再赠送给民众 让民众不用舟车劳顿 辛苦排队等候就可以拿到 以往都是用新春会好的活动 今年我们改成用直接请书法名家老师 先写好改成正春联的活动 而且今年还结合了我们 新住民亲子所做的汤圆的活动 也送了精美的一份小汤圆 主要就是今年不只说 从改成正春联的方式 也有加上汤圆 还有另外就是 以往我们都是在我们公民会馆办理 今年一到我们公所来办理 就是换一下活动场地 也换一下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个活动 内务区公所选在过年前夕举办 正春联活动也获得里长们的肯定 今天我们区公所举办这样一个新春会好 那这个活动基本上也是新的一年嘛 就做这样一个会好 祝福大家所有的亲民朋友能够荣年行大运 让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手作班老师细心的教导小朋友如何搓楼粗 眉毛鼻子等 在赠送春年的同时 内务区公所方面也邀请司务组新住民家庭亲子 一起来制作创意汤圆 提前感受年节的欢乐气氛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针对新住民来办相关的活动 那这一次就是因为新春嘛 然后我们就结合亲子所做的活动 然后来搓汤圆 那因为汤圆就是团圆 圆圆 然后团圆跟圆满 然后来象征一个极力的征兆来迎祥荣 新春活动这样 家长与小朋友发挥创意 让汤圆就像连土般 可以随意做出自己心中想要的模样 脱过双手制作汤圆 既能感受传统过年文化 也能增进亲子关系 教室那里在家搓圆 然后就拿进去做 然后就吃了 然后在这里就是可以做徐章 来跟那边的店 然后朋友也要见 跟平常你吃到的汤圆有什么不一样 它很好看也很可爱 吃起来感觉会不一样 那你会带回去煮吗 想说放暑假啦 要来体验一下做汤圆 因为以前没有体验过这个活动 对对 而且会做不同的造型很特别 还有老师教我们 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就是很好玩 很有乐趣 小朋友可以得到动手的感觉 根据台北市政府方面的统计 到去年11月底 台北市有35502位新移民 其中在内湖区就有3050人 内湖区公所期盼透过这项活动 协助新著名朋友更快融入台湾这个大家庭 欢喜迎接农年的到来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你 我来说 我来说 你 那边